以斯拉培训网络的风貌古城 欢迎大家来到以斯拉培训网络的风貌古城 今集要跟大家讲到有关古代的飘染方法 特别是讲到如何飘染紫色的衣服 其实在古代来说,穿什么颜色都一样 原来紫色特别是贵重 特别是皇帝、贵族才能穿得起这些紫色布匹 原来要飘染紫色,最出名的人就是肥尼基人 肥尼基人越是将这些飘染方法保密 越是有一种神秘感在其中 原来有个传说说到当时希尔古利的大力事实 有一天,他带着自己喜欢的狗在海边散步 谁知道那只狗咬着当时的裸类蝸牛 咬着咬着,整口都是紫色 于是这样的情况下,紫色的染料是这样被人发现 所以当时来到春天和秋天 当时的工人走去地中海东岸海边 去看看有没有这些紫色蝸牛 结果找到的时候就捉回来 然后就可以做这些紫色染料 来到主前一世纪的时候 有个人叫做普林尼 记载了当时是如何去做这些紫色的飘染术 这样的情况下,后人才知道原来这些染料是这样造成的 提到这个紫色的飘染,是过程非常复杂的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当时的渔民 就要用一些籃子,籃子里面装着一些叫做海线 这些海线是软性体的海产物体 原来那些蝸牛就最喜欢吃这些 当时他们将这些籃子放在地中海,有水 不过又不是很深的地方 然后怎样呢? 原来那些紫色蝸牛就喜欢爬进这些籃子里面 去吃这些这样的海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籃子就把他们困住了 然后那些渔民到差不多一日子就从海里面 将这些籃子再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捉了一些蝸牛 又再放海线 再将蝸子放在地中海里面 去捕捉第二批的紫色蝸牛 至于第二个步骤是怎样呢? 原来当时捉了一些蝸牛 就要将这些蝸牛放在石池里面 先养住 直到有足够数量才去制造这些染料 原来当时的紫色染料 是藏在那些蝸类蝸牛的分泌物体里面 原来要拿得到一加卵的紫色染料 就要成几千只蝸牛 才能够足够数量 工人要用那些金属工具 就分开体积比较大的裸类蝸牛 他们的身体和壳要分开 对于体积比较小的裸类蝸牛 工人就将它全部一起压扁 然后工人就能够从中里面 将盐洒入去混在染色体里面 来采用 至于来到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原来经过了三天的浸泡 工人就会用水弄稀一点的溶液 然后将溶液放在一个原制的大缸里面 连续灰它九天之后 溶液就大量蒸发 剩下的份量只不过是之前的十六份之一 经过过滤之后 染料的溶液就可以用来漂染用 但是由于当时这些漂染的过程很臭 所以通常这些漂染工厂 都是设置在民居以外 甚至是郊外那些树进行 来到第四个步骤 工人就会再一次用水 将这些这样的染料整齐 之后就会放在一片羊毛 放到染料里面做事业 羊毛从染料里面提起来的时候 最初就是黄色 经过氧化之后 才会变成紫色 然后就会将染了的紫色布料 放在一个好像是压的底下 然后将它搅拌下搅拌下 压低的时候 将那些多余的染料撤走 好,那剩下的染成了的布坯 就会放在阳光底下去晒 晒得差不多 这个布坯整个制造过程 才是漂染成功的 感谢观看